大家好,我叫若曦 然後呢,我在還沒有來到美樂家之前 我自己同事了六年的房仲業 公司沒有底薪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其實我的收入是很高 但是非常不穩定 有可能這個月賺了十萬、二十萬 但我永遠不知道我下一個月的收入會在哪裡 所以對當時候的我來說 我是覺得收入很高,但是我沒有辦法休息 因為業務這個工作就是也沒有所謂的上下班 我通常就是下了班回到家還要接客人的電話 那客人幾點下班,他幾點要找我 我就是都要隨時待命 沒有自己的生活品質 可是那時候我也知道說 欸這個工作是沒有辦法停下來 那甚至那時候有一次就是跟當時後的男朋友在約會的時候 我就一直拿著手機回訊息接電話 回訊息接電話 所以我男朋友就抱走了 他就說,欸小姐你今天到底是出來約會的還是出來工作的 然後我就覺得我也是有點無奈 就是因為我不想要措施任何一個服務客人的機會 也不想讓客人覺得說 欸我這個業務很難找到 對啊如果你們要買一個幾千萬的房子 然後業務一整天都不回你訊息 你還會想找他嗎? 接觸美樂家是因為冰冰有一天呢 就在他的IG上Call了一個 拉拉熊亞土司機 如果你們是這個資深會員的話 應該知道美樂家有一年 就是送這個拉拉熊亞土司機 然後我就問他說,為什麼有這麼可愛的土司機 他就說,喔你加入會員就有送喔 我就說,好好好那為了那台土司機我要加入 於是乎呢我就加入了 所以其實以前常常聽老師說就是 欸不要去幫別人算命 你什麼時候會加入 什麼時候開始要經營 你根本都想不到 我就為了一台拉拉熊亞土司機 用到現在而且還開始經營 那當時候決定經營也是有一個契機嘛 因為當時候做房仲 就是不管刮風下雨 我們都是要出去帶趟 而且我也不會開車 所以我都騎那個摩托車 那有一天就是刮颱風啊下大雨 然後這時候呢 冰冰就打電話來關心我說 欸最近過得怎麼樣 然後我就說,欸還不錯啊 賣房子也賣得還蠻好的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也知道冰冰已經全職在美樂家了 我也問冰冰說,欸那冰冰你今天沒有case嗎? 我就想說應該要約人喝咖啡聊事業吧 他們說,嗯本來是有約啦 但是我看這個天氣齁 我還是,我先跟他取消了 我們在家也是可以聯絡感情的 然後接著他還補了一句 就是我真的越來越了解這個持續收入的威力了 我以前就是沒有這麼有感覺 但是在這種天氣我不想出門的時候 我就可以不用出門 然後接著呢他就說,啊你待會要幹嘛 我就看了一下外面的天氣說 我過半小時後要去帶看,帶客人看房子 對,然後我就覺得自己過來有一股淒涼的感覺 你知道嗎? 狂風暴雨天,我一個女孩子 然後外面還在積水 對,為了錢我還是出門了 但是當時我就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覺 就是我是看著VV一路經營過來的 所以我就覺得,欸才過了兩三年 為什麼我們兩個的生活品質已經落差這麼大了 所以也因為這件事情我就開始決定要經營 經營這條路上我自己其實遇到最大的挫折是關於更新 因為過去我是賣房子,然後其實我很會賣房子 我砍單很快,成交也很快 今天這個房子夠好,客人走進來就是會 我就有辦法讓他付訂金 所以我都是一次性的成交 然後就跟他的客人說不敗 我不知道怎麼去跟人建立一個關係 所以那時候,美樂家這邊是要跟人建立關係嘛 然後會員也不會說他進來之後他就會自己買 然後買了就會自己推薦 推薦的還會自己願意經營 這不太可能 基本上都是要我們一路去陪伴他 然後關心他這樣子出來的 所以我在這條路上呢,我就覺得自己有很多要學習跟突破的地方 那也持續的遇到很多挫折 然後那時候我都會哭給冰冰聽 然後我就說冰冰怎麼辦,那個人怎麼怎麼了 我就是會自己有自己學習 然後可能我今天聽了哪個老師分享啊 聽了什麼課見,然後覺得很有收穫 我也會打電話跟冰冰說 哇,我今天聽到一句什麼很讚的句子啊 然後很有收穫 就會隨時跟冰冰保持聯絡 就也覺得自己在跟朋友建立關係上 就是有比以前更進步了 那我在美樂家的夢想其實是 我希望,其實我是很想要去看極光啊 其實看極光一點都不難有錢 有時間就可以飛出去看了 可是我覺得最難的是 那種沒有任何心理負擔的飛出去 然後玩到最後一天要回來的時候 不是想著啊,我又要打卡 而是就是很輕鬆的出去 然後很輕鬆的回來 就是也希望說在美樂家這邊可以找到一個 因為有持續收入 所以有一個心理的安定跟自由吧 因為我覺得不用被壓力壓著跑的那種旅遊 才是真的很放鬆 上個月呢,就是很開心有完成這個總山的目標 那這個月持續就是在挑戰前 一定把首爾繼續朝總市賣進 以上就是我分享,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